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束褲3C團 我們所知道網紅大部分都在路上或是開門的時候會提到箱子 你有沒有看過被箱子壓死 沒錯 三星Q800T 8K的電視這不得了了 一般來說我們身為客家人都是什麼 省小錢 花大錢 花大錢要花在哪裡 花在重要的地方 什麼叫重要的地方 4K已經不足以讓我們客家人享受到好的視覺了 一定要來到8K 所以呢 稍後就要開這台8K的電視 應該不會把我壓死吧 為了拍攝這台電視 我們特地跟凱特叔叔借了他家的場地 特別感謝凱特叔叔的幫忙 那就開始開箱啦 超大的箱子裡面有本體 底座 線材 遙控器 配件 說明書 首先我們來看外型 這台電視尺寸是65吋 那他還有75吋和82吋 以前會說電視不要買太大 要看距離選尺寸 但現在我覺得爽度夠就好 解析度夠高 螢幕越大 眼睛越舒服 那看電視 邊框就很重要 這一款邊框真是超級窄 視覺體驗就像是無邊際融資一樣 他的外框是金屬質感 和背蓋同樣是髮絲紋的紋路 他的IO有4個HDMI 2個USB-A AV端子 網路孔 光纖 RF訊號孔 那首先我們來看視覺特色 第一個要來看的是真8K 一般來說4K的解析度是3840×2160 8K的解析度是4K的4倍 也就是7680×4320 算起來就是3300萬像素 再看密密麻麻的人物 或是建築窗格 還有動物的毛髮 都會超級清晰 會讓人有一種 這是不是3D動畫的錯覺 那講到8K電視 也會跟4K剛開始一樣 8K的訓練多嗎? 老實說 現在來講不多 但是三星在這系列的量子電視產品 都有量子尖端智慧處理器 它可以實現兩種技術 第一個是8K AI智慧生平技術 再來是自動明暗偵測技術 這兩種技術 讓8K電視的效果 大大提升應用的廣度 也就是說你今天不管是哪一種訓練 都可以有很好的視覺體驗 那我們先來講8K AI智慧生平 它是透過機器深度學習的技術 把各種類型的訓練來做優化 針對每一種像素 進行紋理創建 邊緣修復 降噪處理 甚至能把4K訓練的畫質 提高到8K 或者是你像是DVD播放器 甚至是你手機投影到電視上的影片 或是照片 都可以有明顯的提升 那我們自己實際在看480P 或是1080P的YouTube訓練 也可以有很明顯的優化效果 再來是自動明暗偵測技術 這個跟手機有一點點像 它會根據現場的光源自動調整 電視的明暗程度 像是很多人看恐怖片的時候 會把燈關掉 那這個情況下 電視就會自動調整亮度 那我們自己實際體驗下 把燈光關掉之後 它電視的亮度 並不會感到刺眼喔 那在一般使用情況 Q800T使用極控光直下式技術 它的全畫面 都可以有高密度的光源輸出 有極強的對比和顏色深度 讓白色和黑色呈現的更加準確 那一般來講 我們在看電視的時候 不見得都會坐在電視正前方 很多人一起看 可能在電視各個角落去看這台電視 過去我們可能會遇到 坐在電視斜角的地方 看電視 它的顏色和對比 或者是畫面的呈現 可能會有模糊 或者是色偏的情況 那這台Q800T 它有極廣域的視角 就算不是坐在電視的正前方 細節和顏色 都不會跟正前方相差太遠 那剛剛我們有提到看恐怖片 或者是你在看明暗對比比較大的影片 它的亮質HDR效果 支援HDR10的動態映射技術 明暗對比差距很大的畫面 可以明顯的優化亮度和對比 讓亮部和暗部的細節更清晰 再來我們來講顏色 這款Q800T 擁有金屬亮質點的顯色技術 它獲得德國VDE畫質認證 呈現100%的色域空間 不管是明亮或是深層的顏色表現 都可以完美的還原 那今年應該蠻多人都已經擁有 家用型主機了吧 而Q800T也有專業玩家模式 獲得AMD的FreeSync Premium認證 它是用來提高遊戲畫面的流暢度 和顯示細節 而且有低延遲的效果 我們拿來玩賽車遊戲 畫質和動態效果真的是非常的順暢 超爽 那講完了視覺我們來講一講聽覺吧 聽覺的效果它擁有OTS Plus 魔術音效 當電視上方和側面的喇叭 透過AI的軟體 根據畫面影像移動 表現出聲音移動的軌跡 營造出更逼真的音效 那當家裡出現吸塵器 或者是鄰居施工的噪音 影響你觀賞影片的時候 很有智慧抗噪模式 透過電視底部中間的音效感測器 同時收錄畫面影像的聲音和周圍的環境音 透過AI技術比對兩種聲音的音量大小 保持音效和背景音的音量維持在同一個水平 接著只提高語音的音量 讓看影片的人能夠理解影片的內容 那再來有一個功能是要搭配聲霸使用的 它叫做魔幻音場 那魔幻音場就是使用電視上方的喇叭 結合聲霸的前方和側面的喇叭單體 內建喇叭播放背景音效 聲霸播放語音的對話音效 各別發揮聲霸和電視內建喇叭的優勢 可以形成一個環繞的魔幻音場 那這邊也簡單介紹一下這一組聲霸 Q70T Q70T是一組高音喇叭和低音喇叭的組合 它支援AAC到Flag的規格 IO有HDMI、光纖 它也支援杜比全景聲和DTSX 跟QLED電視搭配的時候 可以透過AI實現魔幻音場的效果 再來就是現代人跟電視再度接觸的重點 為什麼要說再度接觸呢? 因為現代人已經越來越少看電視了 主要大家回家都是看手機、看平板或電腦 但是當電視出現的智慧功能 比如說它自己本身可以聯網 或者是手機跟平板可以投影到電視之後 就可以讓現代人慢慢回去接觸電視了 畢竟電視的螢幕還是比較大嘛 那電視的智慧功能呢 主要是來自於整合智慧產品在電視上 發揮大螢幕和客廳中控的功能 電視遙控器就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個接觸介面 Q800T的電視遙控器 就是一支整合各種應用和控制按鈕的遙控器 舉凡語音輸入、Netflix、網頁搜尋這些智慧裝置的按鈕都有具備 遙控器還跟電視有一體的金屬設計搭配 那在手機跟電視的連結上 可以提供Android手機的鏡像 和Apple裝置的AirPlay 2的功能 我們先來講Android手機感應的功能 我們透過S10 Plus 下載SmartThings 開啟一鍵檢視 手機就可以直接跟電視右上方稍微碰到 就可以直接把手機的畫面投影到電視上 那再來我們透過iPhone的AirPlay 2 可以直接把畫面投影到電視上 這一切都超簡單 而且不只是全螢幕投影 還可以在超大的電視上一心二用 就像是你可以一邊觀看嬰兒房 嬰兒的狀態 一邊追劇 或者是一邊打手遊 一邊看YouTube 如果說你只要4K就好 我們同樣也開箱另外一台 65吋的Q95T來比較一下 那這一台Q95T的特色 其實就是上述Q800T的4K版 包括了量子尖端智慧處理器 AI智慧生平技術 自動明暗偵測技術 量子HDR 金屬量子點顯示技術 玩家模式 OTS Plus 魔術音效 智慧抗照 和各種智慧連結功能 也都一應俱全 在這一台Q95T 本身就有附上美型連接線 和美型極限器 所以在整線上 又更加的簡潔 不過呢 在我們體驗了8K電視之後發現 嘖 回不去了 好啦 最後我們來做一個總結 8K能夠更接近眼睛所見的明暗對比 真實顏色的顯色技術 和超強的立體感 在視覺效果上 有非常接近真實畫面的體驗 那聽覺上也有環繞的音場 和隨著畫面流動的音效 不管是哪一種訊源 照片還是影片 哪一種畫質 都可以幫助你大幅 提升畫質 顏色 對比 那生活應用上 也把最常用的手機 和各種智慧家電 連結上的電視 讓電視 不再是現代人 越來越少看的螢幕 而是把手機電腦的小螢幕 變成讓眼睛更舒服的大螢幕 還可以利用多重視窗 同時做更多的應用 以上就是我們對 Q800T的介紹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還有 Facebook、IG、科技網站 還有Telegram 跟蝦皮賣場喔 那我們就 下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